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历史八月初期 好 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喂 您好 师父好 师父稍等 听到吗 师父 听到 听到 请讲 今天有请问 那个摘日出生的人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师父 摘日出生的人应该是属于比较有贵气吧 有贵 贵气啊 就是贵人之气啊 贵人之气 他那个有佛缘吗 摘日出生的人 应该有佛缘 你看他本身啊 他本身啊 就是摘月或者摘日出生的 他本身就有 应该有 对这方面应该有佛缘的 因为不管怎么样讲啊 这个世界啊 你如果能够吃灾啊 行善啊 实际上它就是代表着一种啊 一种人的 一种过去的信仰啊 或者你曾经有过的教育啦 上辈子的道德规范啦 都是这样的 嗯 对对对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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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谢谢师父 祝你干涉 那师父 你看 如果今天 有这余老板就是初一十五 不知耿利好吗 佛罚大圣诞 其实我们摘日放生 教会也挺好的 实际我们师父 吃摘日 吃摘日 放生也可以的 实际上你要是做善事 放生 天天是好日子啊 对啊 你要 你说你救人 还分今天 今天我去救人 明天我不救人了 对不对啊 实际上我们是没有 没有条件 所以啊 找几个好日子去救救人 实际上有条件的人应该 你说菩萨到人间来救人 哪分每一天呢 对不对啊 对 你不要说菩萨 你说师父今天救人 我也不能说礼拜天我不救了 对对对 是的 是的 今天不是礼拜天嘛 那我应该在家休息了 就是说 菩萨说诸恶莫作 众山奉行 对啊 天天要做 天天要做 很重要的 嗯 明白 明白 好 谢谢师父 达斯皮开始 师父 有句话叫 人善人欺 天不欺 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师父 是这样的 因为天也看到人呢 人在做好事做坏事呢 天也看着呢 对不对啊 对 你虽然人间 人这个人很善良 你在人间被人家欺负了 但是呢 天呢 看到你 他帮他那个人记账 那个人恶有恶报 只是晚一点报 没有马上形成果 但是呢 这个善良的人呢 天会帮助他的 所以你看 忙到最后很多恶人 当时他是好像得势了 最后他还是出势了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但是我们我们善良的人呢 我们一直很善良 我们一直也不会得势 我们一直也不会出势 就这样 对对 是不是 有的人他当时他很风光 觉得风光 了不起 再等他三年看看 对啊 你再看看到后来就变了呀 没办法 这个我告诉你啊 这很多人就是像烂鱼冲树这个古典 就是这个我们说文言就是成语一样的 对不对啊 叫烂鱼冲树 烂鱼冲树 就是说你过去有一个皇上 他是喜欢大家一起吹声 很好听 很好听的 等到换了一个小皇帝登基之后 他喜欢一个人吹 对对 是的 那他就吓了跑掉了 你这个本事就没了 你要实实在在 你真的有本事 对不对啊 那你可能就是一直可以延续下去 所以我们做人也是要踏踏实实 实实在在的做人 不是混在别人当中的 要实实在在 真修实修才行的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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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您说的真修实修真的是这样 哎呀 你光那样表面的白大 没有用的啊 就像我们就像我们现在心灵法门一样的 你看我们爱国爱民 我们是真的在爱国爱民啊 对不对啊 我们又不是嘴巴讲的啊 你看看我们心灵法门的那些那些宗旨啊 那些孩子啊 各个都规规矩矩的啊 老老实实的啊 对不对啊 师父教育他们老老实实 爱国爱民遵纪守法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就是这样了 哦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直播开始 师父15年录音里有个人梦到天界定下仪式修成的名单 师父当时开始这是基于目前修行而定的 后来录音里又有人梦到300人在莲花大路车篮 后来再后来录音也反馈 人数一直在增加 师父 那现实中呢 很多同修听到那一年的录音后 都发了仪式修成的大院 现在已经三年多了 当初许大院的同修们最大的感触是 这三年来业障密集是业障密集偿还期 业障一个接一个 几乎毫无喘息的机会 针对每个人过去生所造的业障不同 考验除了特色某个点外 也几乎覆盖了所有方面 包括对身体 感情 事业 钱财 以及看破生死 出离心和境界等 都逐一在展开考验 梦考 现实考 境界考全方位 无死角的迎面扑来 同修在努力 宵夜还在的同时 而感受自身境界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心智也一次一次的磨练中变得更加坚定 明显比没许大院的同修 在修行道路上快得很多 逐渐拉开差距 请师父开始这样理解 师父 师父 是这样的呀 因为你愿力越高 你修得越好 你当然跟那些修得不好懈怠的人 那就距离越拉越远了呀 这个没有办法的 因为 因为一个人一说我一定要做博士 我要做教授 那一个呢就说我大学毕业就可以了 那么你说大学毕业课的人肯定不会像做博士 做教授这么努力呀 对不对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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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不一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已经许了这个愿 你就会付出更多的努力 对不对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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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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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师父 那师父当初许大院的同修们 虽然许愿在三五年之内还债还得非常辛苦 内心承受到很大的煎熬 但这一 但这一表明 一旦还清业障 就可以轻松上债 背足全行了吧 师父 是啊 一旦还清之后 你至少身体会越来越好 至少不会生恶病 至少不会经常生气 对不对呀 然后你至少走的时候 你不会这么痛啊 不会这么痛苦的走啊 因为你还得早了嘛 你还完了呀 对不对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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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一直在还 你到了手的时候 你现在不痛 你走的时候全部加在一起痛 那走的时候更痛苦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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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哎 哎 师父 我滑的差不多了嘛 哈哈哈哈 没有 没有 没 没那么宽 你自己感觉你就知道了 嗯 你要吃的胖一点 你现在太瘦 你要多吃点馒头 面条 面食啊 对你非常有好处的 啊 好 好 谢谢师父的指挥 师父 你看 同修梦到他到了一个地方 原来是2711年的人间 就2711年的人间 有两位穿着褪色升服的出家人 告诉他 嗯 告诉他没有听过有人懂得念经的 包括这位和出家人 他很难过的听到佛经的消失 就流泪 流泪 流泪就是流泪念一遍大悲祝给那些人听 那些人觉得不可思议 人懂得念已经消失的佛经 师父这个门是啥意思 这个就是说 随着末法时期 啊 佛法就像很多经文一样在人间会流失的吗 对不对 那没办法呢 现在很多年轻人为什么不信佛了 你如果要不是像师父这种 还有很多像你们这种天天在弘扬佛法 对不对呀 它都会流失的 就像中国现在传统文化一样的 你传统文化你要是没人去传承 你不就慢慢流失了 你看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懂得古诗的古文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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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呀 你要传承的呀 对不对呀 现在国家 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倡导 倡导这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对不对呀 发扬鲁家精神教育 孔门之道 这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恢复我们自己的本性 恢复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道德水准的 对对对 现在因为经济开放 每个人都以以权材为荣啊 对不对呀 以道德 它反而道德不重视了 这个价值观发生变化了呀 对 这文化就是需要传承 对呀 所以你说我们不是在做传承工作啊 你说传承到2077年之后 到了末法时期 过了重新开始的 那个很多佛法都看不到了 都没有了 对师傅您您说的你说 你不是说佛说法灭尽经吗 对呀 对呀 对讲授了佛陀对佛所见 消消亡的那种预言 那法灭尽经啊就是这样的 你比方说 你过去大家都看过成真 那个那个那个五 那个武林当中啊 不是有个成真传吗 对不对呀 那你看看它那些全法 都是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在都没了 对对不对呀 你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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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很多的东西都是一传传二代 传到后来就传了没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赶快要抢救 赶快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就在这个道理上 对对 那师傅就是现在已经是佛法 但是仅剩时期之后 那你就想想那如果佛法消失呢 那佛经如果消失后 受后人怎么解脱啊 是否这个问题 那就没办法了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 就是在这个时期 他也不没法解脱的呀 他不学呀 他不相信呀 你怎么解脱啊 对不对呀 是吧 你说的就周读那个经文里说 这样之后要经过 就是说千万年一直到尼勒菩萨下生 对呀 修正成果 这个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以后 以后的事情了 已经不是说我们这辈子能解决的了 很多事情我们这辈子解决不了的 对不对呀 所以像很多天灾人祸 你看像现在台风来了 我们就没办法挡住它呀 没办法挡住它呀 如果你科技高级一点的话 你可以让它不要形成台风呢 就不是给人类减少灾难了吗 现在科学还不到这个呀 不到这个位置呀 所以我们没办法呀 对不对呀 对呀师傅你像你着了火 还有能灭火 那你你台风来了 你怎么整啊 这怎么整啊 那橡皮膏啊 把房玻璃穿木 就贴贴好 你玻璃是贴好了 它连房子都把你清掉了 怎么办 真的很可怜的 所以要要学更好的东西 要靠菩萨保佑我们 菩萨不保佑不行了 对 师傅这种台风是自然环境的破坏 还是哪方面的影响 各种影响都有 如果你从玄学上面来讲 它本身就是一种 一种这个我们说的工业的形成呀 如果你说是自然环境来讲 那是大气层 它本身承受不了这个 这个温差的变化 然后呢人类的海洋性的这个气温都在上升 和天上的这个这个露水形成的一种反差 造成了这种风或者雨或者冰雹 像这种大气层的变化实际上也是根据人为的呀 你看现在温室效应让这个地球越来越热了呀 你对不对 人家说那个男子那个北极熊都找不到冰了 没冰了不能活了 所以有些事情都是靠下一代来解决的呀 我们这一代有时候没办法解决呀 所以就像佛陀一样的 佛陀开创了这个佛法 但是他不能灭度所有人的罪孽呀 他只有靠你们后面不断的再去弘扬佛法 再去化解自己身上的业障 再去解决自己身上的业障 他只能要靠后面一代一代一代的传承呀 对不对呀 对啊 谢谢师傅的开始 师傅那你看现在天使非常紧 好多同修不是听了上周录音后吗 想许愿一事修成 该如何祈求呢 师傅这个问题 一事修成就好好修呀 一事修成要比人家更加精进 要更加放得下 你放不下你还精进什么了 对不对呀 那师傅是弟子的话 是不是要是你的弟子的话 师傅要许愿一事修成了师傅 那不一定不一定 我没这么多要求 我是随缘度众的 你是师傅的弟子的话 你至少要种善奉行 诸恶莫作吧 你一个国家也希望 每一个公民要守守公民法吧 你要做做好事吧 为国家为社会吧 对不对呀 不要去做恶事吧 那这个是至少的吧 我们学佛人就是要 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呀 对不对呀 吹牛撒谎 喝酒 连警察都不容许你喝酒驾车呢 对不对呀 那师傅 弟子不明白 如果不许愿一事修成的话 那没有这个愿力的话 怎么去 没有这个愿力嘛 你下辈子投人也可能呀 你说的再好 你下辈子说不定投人了呢 生在 生在一个李嘉诚的家里 或者我下一辈子的王嘉诚家里呀 那那那不能 那那那师傅 那有些同众犹犹豫不敢许怕激活业障 是不是他也意味着他们来生很坦能再来人间 因为今生他不敢还过去生充的债务 是这样吗 他来生再还呀 还不完不下辈子再来还呀 就是这样 哎呀那师傅能从我们再次再次投胎到长大成人 得佛法至少要二十年时间 基于精神的修行 如果修不上去全部转化为福报了 来生投个富贵人家 能否再遇到心灵法面都是未知数 结况当轮回再来恩师已经涅槃 良缘消失不在 君变三千大进世界已无人点我度我爱我护我 我爱的人爱我的人都已不在 茫茫天地只留下百年孤独 导致千年后的哀叹 何不当下努力修行此身 今生不度何生再度此身了师傅 对呀讲的是很感人的 是应该这样 对不对呀没了 你在下辈子我也不会再跟你们见面了 对不对呀我也不会再来弘扬佛法度人了 对不对呀每人有每人的使命的嘛 对不对呀对 所以要珍惜呀 所以很多人借离的婚才珍惜呀 孩子离开爸爸妈妈之后才知道爸爸妈妈 就这么伟大默默无闻的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 对不对呀 对 那师傅你讲的说每个人你刚才讲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使命 那天上他天上的菩萨来到人间的时候 当时他下界有有有那个量吗 就是完成的那个量吗 有这个指标吗 他自己愿有愿力下来的呀 愿力就是他的量呀 但是他完不成的话 他就他就直接就是这个英年早逝了 你要说不行了 师傅就是他下界的时候从天上下界的时候 有这个数量吗 你要就一百个人就一千个人 没有没有 这个如果有这种思维的人菩萨都做不了的 菩萨绝对不会说我下来只就一百个人的 没有的 下来的话他就说我寺院要救度众生 有多少就多少 每个人愿力都很大的 绝对不会说我就一百个人就上来 不会的 只是说他自己能够救多少就救多少 这是他的愿力 明白了 明白了 这个愿力就是他的量 对呀 对呀 好的 师傅 就是虽然很多同修想许愿一事修成 但是也有些师兄暂时不太适合许愿 比如他七八十高龄了 或者是已经重病缠身了 或者是信心不足 请师傅开始一下 这个问题 那就不要许了 不能许的 许了便妄语了 对不对呀 嗯 做不到的就叫妄语吧 你许了之后至少当时你的心里决定是我一定 要做到 你有这个愿力 一定要当时有这个信心 那你这个愿力才会成功 如果你本身就觉得 我我我 我只要活着我就多救些人吧 啊 这个啊 尽力而为吧 你这个本身的愿力和信念都不足 你根本这就是妄语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师父如果对方一致坚定 是要一事修成 执意许愿 您可用今生的报山来承受多次的果报 哪怕最后用生命了还剩余的业障 即使业障 不能一下超错六道 也可能是 悲生千见了吧 师父 嗯 这个像如果能够有这种想法的人 这个人本身境界就很高了 所以他也不会承受人间太多苦 因为他一定会有菩萨和护法神 其实有这种愿力的人 他已经是拥有我们说这个无语涅槃了 已经能够了悟这个世间的真谛了 很有智慧了 哦 不用不一样的 对吧 对不对啊 已经不是什么虚幻脱果了 已经不是了 已经是境界很高了 他能够说我用我 我我全愿用今生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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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肉身来环抱我过去所生 所受的那种啊 说应该环抱的这种业障 他这个境界已经挺高了 那一字修成必须要承受这个苦难的 明白吧 嗯 对对对对 他即使不能超错六道 他也能飞生天见是这样 嗯 这个就是不能讲的 不能把这个作为目标 这个一作为目标 境界又蹦掉下来 对对对对对我明白明白明白 哈哈哈 你心里知道就可以了 哈哈哈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作为目标的 啊我这个啊我哪怕不 啊做不到 我至少也在天上 哈哈哈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嗯 师父你看 你看上次上周你讲了地藏王菩萨那个大愿吗 做了开始 嗯 哎呀有个师兄就梦到南京菩萨了 南京菩萨跟他说 弟子 愿力大于一切 你再次发愿协助你师父弘法 不得有退缩 祝你师父成就道业 才有资格返回天界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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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藏王菩萨 对不对啊 对啊 对南京菩萨梦中跟他说的 啊就是南京菩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菩萨 很多人不不懂啊 嗯 不是不是人人不是这个这个庐山正面目 因为因为他是在很高很高的地方 明白吧 哦 所以那师父 嗯 所以地藏王菩萨 为什么他叫大愿呢 愿力很重要的 人的愿力 有愿力的人 可以消掉很多的业障 明白吗 对对对对 是的 嗯 那师父 南京菩萨他说了一个 你许一下誓言在人间一日为众生所想为众生所做 这这个誓言是不是也是一个大的愿力呢 师父您开始一下 他说在人间一日为众生所想为众生所做 对啊 这个就是愿力啊 这还不是愿力啊 这就是告诉告诉南京菩萨就是告诉大家啊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已经是这个已经是你的大愿了呀 大愿的话 你每一天活的就是为的众生 你这个人成功了 哎呀 明白了吗 是 对对对 那师父 他这个南京菩萨说 你许愿为众生所造四十九座庙宇一年之内便可 这四十九座庙宇就是实际是指的是佛台 师父 对啊 对啊 嗯 对啊 那师父造四十九座庙宇的话 一年之内有什么样的果报呢 师父这个问题 这个要至少第一 他要有条件的呀 嗯 嗯 要有条件的 明白了吗 嗯 就是你要有条件 你才能许这个愿力 你没有这个条件 你许不了这个愿力 明白明白 明白 那他有这个条件 许下这个愿会怎么样呢 师父 会好 这个这个功德很大呀 啊 就是 比方说人家说 救人一命圣造七七福佛陀 他如果有这么个庙 人家去磕磕头 人家信佛了 他你说他功德有吧 有有有有 对啊 所以所以很多庙坐在生山老林里吗 和在在人间造庙的话 境界又不一样了 那很多生山老林里人家不去磕头了 那就是 对对对对 就是自己修心的一个场所了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道场的话 你要在众生 在居室 能够大家来拜佛磕头呀 明白吗 明白了 那师父 你看南京菩萨说 你来人间太久太久 世事被人间所事千半其中 经受轮回之苦 你看师父去年那个太上老君菩萨也说 一个家庭可以把你所在六道难以处理 真的不好过关啊 所以我劝大家 只要知道自己有来路的 想要冲出六道 必须看破感情 只有感情才是你境界的大考验 师父 南京菩萨和太上老君菩萨都讲了这个感情问题 对啊 看不破呀 人现在的感情看不破呀 要面子也是感情的一种啊 对不对啊 死要面子活受罪也是感情的一种啊 所以人要放下感情啊 就是放下自己的执着了呀 明白了吗 嗯 对那师父 你看家庭可以把他们老老所在六道 你看幼时期望父母关爱之情 大了是有男女安爱之情 老了呢 又对儿女牵挂之情 你说 没有素氏善根福报和今生的大愿力 只会有殷情左快难以处理呀 师父 对啊 怎么处理得了啊 一个人生生出来就在情中啊 死的时候也在情中啊 所以一个人一辈子就被情所困 被情所扰啊 像一个网一样的 把你牢牢的套住 所以张学有唱的歌叫情网吗 哦哦 明白了 明白了是吧 对 那师父 你看 比如很多菩萨当年应身入世时 在亲情方面承受了很大的磨难 提供佛佛 玄奘法师等父母家人很早过世 对 师父 如果以世俗所谓的生活来看见 看待如打掉父母亲情 这是极其悲惨不幸的 如果以修行人的眼光来看 其实是菩萨周心安排 帮助我们拆掉一族族 阻碍我们觉悟和修行的墙壁 师父是可以这样理解 其实是菩萨为了度化众生 早日步入佛光大道的一种结晶的时候 不能完全这么讲 不是菩萨把你拆掉的 是菩萨根据你自己上辈子所遭的因缘果报 给你设计了这么一个人生 也就是说 比方说 比方说你从小就父母亲少掉了 让你更加坚强 从小看破人间的那个无常 对不对 对呀佛陀生出来一个礼拜 妈妈就走掉了 对不对 这就是让我们很多能够成就伟大事业的人 从小就看破红尘嘛 知道人间的红尘那是留不住的嘛 对不对呀 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给你设计的境界 所以有时候你求啊求啊 你说我要修行啊 我要好好的 这个男的呢没有修 天天跟着你要做那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呢 哎 这个男的就会慢慢慢慢境界就会变掉了 变了不好了 因为因为因为菩萨胡把生都知道多多多多就是救不了他 渡不了他的 所以慢慢慢慢的他就跟他的亲情越来越少 慢慢他在外面爱上一个另外一个女人 爱上另外一个女人的话呢 他因为离开也不觉得痛苦 否则的话他觉得他太太会离开他 你怎么不理他了 他整天拜佛念经了 他就会亲情产生怨恨了 明白吗 所以实际上就是成就了他这个缘分 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 他是在外面找女人的 实际上对他自己本身来讲 他就得到更多的一个这个缘分了 可能亲情缘少了 那么佛缘就多了 对不对啊 那所以最好的方法 学佛的人要度自己的老公啊 度自己老婆一起修 那这样的话呢 境界一起提高 这样的话 双方就会少吃很多痛 少受很多苦难和痛苦 对不对啊 对啊 师傅您说的这个问题太对了 其实很多同修遇到这种问题 真是这样 对啊 就是就是境界不一样 没办法的 对不对啊 在农村 很多人 很多女的农村里的 哎呀 后来那个时候 知识青年 啊 结婚了 生孩子了 慢慢慢慢养大了 到了最后了 这个这个这个 他一考考上 大城市里面的高校了 对不对啊 他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 千叮嘱万嘱妇的 好了 到了大城市人要变掉了呀 对不对啊 所以 所有的一切都是无常的 也就是说 你如果境界差的太远 你如果一个人 条件差的太远 你不能适合在一起的话 你一定会啊 出事的 一定会到了时候给自己 制造很多人生的烦恼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是的 是的 谢谢师傅的 那师傅过节的时候 不是可以放生 49只甲鱼啊 是一下子放还是 翻几次好呢 师傅这个问题 如果你放的多 那么你可以一下子放 如果你放的少 你可以21只 打21只这么放 或者十几只都可以 明白 嗯 这个实际上放生 实际上真的是给别人生路 就是给自己迎来一条生路了 明白吗 对对对 那师傅 有个佛学班的少年 五学生外 就是海外的 他说是四圣道 四圣道的菩萨 智慧都是圆满的吗 师傅这个问题 四圣道的菩萨 基本上智慧都是圆满的 嗯 他们是正等正觉了嘛 只不过他没到无上呀 啊 正等正觉本身就叫圆满 嗯 圆满无外的大智慧嘛 哦 明白明白明白 明白 谢谢师傅的辞理开始 那师傅请问 那你像梦到下雪是有什么样的说法吗 师傅 梦到下雪有两种的 一种是代表家里的困境 嗯 还有一种 要看的 如果他在下雪 他做梦做到下雪的话 正好他所在地是春暖花开的话 或者是一种 另外一种啊 非常非常好看的情景 那么叫下瑞雪 嗯嗯嗯 听得懂吗 哦 瑞雪 瑞雪就造风年嘛 是好的 但是如果当时你在梦中感觉非常寒冷 非常孤独 啊 那么对不起了 那你家里会有一段时间的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困境 嗯 明白吗 哦 明白了明白了 那师傅没法确定自己的莲花 师傅在天上时 如果经常能梦到师傅 师傅判断为他的莲花还在天上 这个问题师傅 要看的 要看师傅如果在梦中对他 夸奖有加了 笑嘻嘻的了 那应该是莲花在天上 如果梦 如果他梦见我很严厉 你都不理他 梦见我有什么用啊 说明莲花早就掉下来了 哈哈 是是是明白明白 前段时间梦到师傅 就是在梦到师傅了 就是说师傅从我那边走过去 哎呀我就哭啊 哎呀我就哭 师傅呢然后回过头来跟我握了握手 哎呀这个就是好了 这个就是对了 这个肯定在应该在天上 嗯 那师傅你看 有有一个人 晚上梦着在一座高山 一位高僧大德 给哥哥辟度做杀你 高僧大德指着弟弟说 想救你哥哥 除非弟弟也要出家梦就行了 现实生活中是哥哥有灵性病 弟弟在给哥哥念经 这个怎么理解呢 师傅知道吗 这个有灵性病的话 身上有业障呀 嗯 那高僧大德指着弟弟说 想救你哥哥 除非你出家 那也就是说 他弟弟帮他哥哥背了很多呀 那背了很多 啊 他做不到出家 做不到出家 们只有多念经了 多念经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那师傅跟父母 你那一天看图腾 有个人不是说 他跟父母吵过架折过收啊 那跟父母吵架折收一般 折多少呢 那看的 如果父母亲非常善良 可能他折收会比较多 一般的父母亲也是很饿的话 不折收的 但是不能吵 吵架是 不是叫折收 吵架是消掉他的福报 嗯 你跟父母亲吵架 虽然父母亲也不好 你福报就少了 消掉你很多福报 明白了吗 嗯 明白明白 是否最后再问一个问题 一般不是年龄 不是369有节吗 可以在生日前后 稍与年龄相对应数量的小房子化节吗 是吧 可以是否这样随着年龄增加 过节的时候 小房子的数量就会增加 是否开始过 可以放49 所以甲鱼可以过节 如果用甲鱼代替小房子过节 那么过节甲鱼的数量 是不是与年龄有对应的关系 比如69岁放69只甲鱼 这个理解对吗 师父 对啊 中山奉行啊 啊 你反正知道自己年纪越大 又活不久了 那你就放生 放的多呀 哦 那师父 比如我今年33 我放33只甲鱼 化解我的今年的节 这样可以吗 是吧 可以啊 嗯 好的好的 好师父今天的问题问到这 感恩师父您的词皮开示 师父谢谢菩萨 好再见再见 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 啊 一定要有啊 我们说啊 高智商 那么高智商来自哪里呢 高智商啊 知识啊 知识来自哪里呢 多听啊 多学啊 多听都学的话 那怎么样来辨别好的和不好的呢 那你心中要有正能量呀 你平时都知道 你这个人不是经常狡辩的 不是经常跟人家搞对的干搞的人 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有智慧 我要师父好 啊 例子给师父请安 请问师父 以下问题啊 一个同修之前做过餐馆 他现在想把餐馆卖掉 呃 他想问餐馆用过的炒菜锅具 这种厨具 能不能结缘给观音堂啊 餐馆过去是宿的还是荤的了 呃 之前之前应该不是宿餐馆 那就不要了 就就就 不要了 那除了那种比较干净点的 不要了是吧 那烧荤烧的这么多了 不要结缘了 不要了 啊 啊 桌子不要了 那如果是宿的呢 宿的就可以 这么不可以 啊 嗯 明白吗 嗯 啊 感恩师父 那个同修问天 念一万张小房子 要花六百元 这是什么意思啊 念一万张小房子 就要花六百元 那么实际上你要知道了 这个原是什么 原本就是你的原始的本性啊 原是什么 为什么说原呢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一个人 要原始的本性 就是道德啊 品质啊 那么你现在道子品质的缺 是 所以人家说元气不足 也是这个缘 对不对啊 缘灵不够 嗯 那么为什么要 要告诉你六百元呢 就是要召回你的本性和良心 那么理佛六百遍 哦 只有念理佛能把你的本性召回来 你说一个人不承认自己错误 他会进步吗 他会知道他做错什么吗 嗯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哦 感恩师傅开始 嗯 师傅那他一万张小房子 嗯 这个要念吗 一万张小房子 哦 做一万张要花六百元 一定要念 没办法 哦 慢慢念吧 可能他目前 好的 他目前的业障就要一万张 好了 好的 感恩师傅开始 是 还有就是呃 彭修在外地弘法度人之后 呃 有人梦到他的拉干箱 没有拉好拉链一边走 一边有一叠叠的钱掉出来 有十元一叠的 有十元一叠的 有一元一叠的 这个是功德有漏还是什么意思 功德有漏 嗯 是功德有漏 一定的 嗯 哦 好的 哦 感恩是他弘法度人的功德有漏吗 是 哦 好的 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如果墙背后呃 有那个洗衣机的排水管楼上从这里边排下来的这面墙能不能挂大杯咒呢 嗯 不要放在正中就可以了 不要跟那个排污水的管呢 放在正中 嗯 放过去的 墙比较大嘛 嗯 放一个后面没有污水管的 嗯 好的好的好的 好 嗯 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那个呃 呃 童修呃 结缘了法师寄给他的小房子 然后呢 他呃呃 呃 不是 呃 那个童修 呃 不好意思啊师傅 童修用红色信封纸装小房子的灰烬 这个信封是法师结缘小房子的时候寄寄过来的 他当天就梦见他在世的姑妈急着找钱包 钱包丢了 然后发现钱包在自己的口袋里也是用这个红袋子装的 请问师傅这个是什么意思 是小房子的问题 还是呃 这个装灰烬的这个红信封的问题啊 嗯 还活着是吧 呃 姑妈还活着 但姑妈的钱 钱包丢了 在他这儿 在童修这儿 啊 这帮他背了呀 帮姑妈背了 帮姑妈背了 对了 嗯 哦 好的 就不是这小房子的问题啊 不是不是 好的 感恩师傅 师傅那个呃 有童修让家人从国内就带箱给他 他在国外 然后家人说过海关的时候就被抽禅了 那个这个呃 有狗海关的狗闻过他这个装箱的箱子啊 其中有一盒被海关的人员闻过了 现在搞不清楚是哪一盒被闻过 嗯 一共有24盒箱 还能用吗 没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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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关系 闻了一下 闻了一下 在盒子外面没关系的 嗯 好的 感恩师傅 嗯 还有就是童修买了一个防辐射的加热 电加热的一个浴石的床垫 师傅您开始说石头鼠音不好吗 那快入冬了 他想问能不能在浴石垫子上盖上那个呃 垫被继续使用啊 嗯 可以啊 可以的啊 感恩师傅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 童修女儿今年25岁了 她之前法会上师傅帮她看过图腾呢 她有严重的自闭症 师傅给她开示了800张 现在嗯 童修夫妇两个人给这个女儿念了2000张左右 但是呢念的过程中她们夫妻两个人发现自己身体不好了 就念不动经文了 而且现在这个女儿会破坏佛台撕经书 呃 请师傅开示 这个是她女儿身上的灵性导致的吗 对 这女儿身上灵性很厉害的 嗯 嗯 嗯 现在她夫妻两个人都都身体不好了 念不动经是悲业的原因是吧 对 她女儿 你想想看不是一般的业障附在她身上 还是直接鬼附在她身上捣乱 这个是太厉害了 这个真的太厉害 嗯 是吧 嗯 就是那那她这个怎么办呢 现在她夫妻两个还悲得多还是 每次每次念经之前先念大悲咒呀 叫她夫妻两个 先给自己念大悲咒 对 哦 保护好自己再念 好的 好的 嗯 那那个呃 师傅她还要给她女儿念多少张大概 还要大概念两百张 两百张 好的好的 好 答案师傅 答案师傅开始 还有就是同修梦见A师兄给了B一条裤子 B说裤子扭扣不见了 后来又找到了 这是啥意思 一样东西成绩的事中将面临了一大堆的困难 当被你找到之后 你不会被她吓到的 你会有办法解决 哦 好的 感恩师傅 嗯 还有就是 呃师傅之前开示过说我们看着那个菩萨像也能消夜 是这样吗 是啊 看着菩萨像好好忏悔 这个消夜 哦 消夜的 消夜的力度很低啊 听不懂啊 哦 力度很低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吃饭能增加营养吗 那也能的 那你跟你吃营养品的概念完全不一样了 明白了吗 哦 对对对 是的 是的 不一样 哦 哦 感恩师傅开示 呃 师傅不好意思 我电话有点轻啊 有可能会长远话 不好意思 啊 呃 然后然后同修梦到上衙分开了 不久之后他过去的一个美国老板就自杀了 哦 请问这个老板去世是不是应了他这个上衙分开的这个梦呢 是啊 至少让他先知道了呀 哦 这老板也算是他的一个长辈啊 那的 呃 人家说工作堂说人家给你钱就是你的义师父母呀 哦 他不给你钱你怎么活啊 哦 哦 对对对 哦 对了 感恩师傅呃 那那个师长什么的也是算长辈对吧 就是如果梦到这种也有可能是师长 是 父母亲戚 对 都算 都算啊 啊 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同修把佛堂房间墙面刷了一面墙 不是专业弄的 然后就墙还没有刷完 呃里面有点味道 不知道这样子会不会对菩萨不尊敬啊 继续刷嘛就好了 就刷好刷完是吧 哦 自己弄得干净点就好 好吧 好的感恩师傅 然后同修睡觉前祈求菩萨关于他小房子质量的问题 呃 然后梦见去一个类似世外桃源的地方 看见很罕见的鱼类 河水非常清澈 梦中他跟另外两个同修在一起 但是发现一条很大的蟒蛇要攻击A 然后做梦人马上就告诉了B 就醒了 评问这个跟小房子质量有关吗 嗯 大概情节是什么 我没听清楚 对不起 哦 对不起 大概情节是 他他就想求小房子质量怎么样 想问 然后就梦见先是去了一个呃 世外桃源的地方 水非常清澈 后来又发现有一条很大的蟒蛇要攻击同修A 就这样子 哦 大蟒蛇不好的呀 说明他他碰到了一个比较的比较拉手的问题啊 是A还是他自己啊做梦人 就是不是做梦人是做梦做到的那个 A 攻击的人 嗯 哦 这个梦跟他求小房子质量有关系吗 有啊 这个梦不好呀 不好的话你就要当心了呀 求小房子质量也有问题 哦 明白了 感恩师傅开始 嗨师傅 如果学生捡到了钱 找不到这个施主 这情况下可不可以作为班费来服务全班同学 可以 可以 哦 好的 嗯 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 啊 那个 同修的父亲六十多岁 嗯 然后他梦到他父亲四十岁 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严寿还是什么意思 还是折寿 啊 严寿 嗯 现实中是六十多岁 梦到是四十多岁 四十 十几年龄六十多岁 是严寿 嗯 严寿了 嗯 哦 但他并没有给他父亲放生啊 你以为只有一条路严寿的啊 人家救人就严寿了你不知道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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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傅 嗯 还有就是能不能一边念经一边踩着室内的单车或者健身就是在那个凳子上做旋转的动作一边念经可不可以啊 可以是可以 可以是可以 但是呢 也不差这点时间呢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嗯 就还是最好不要这样啊 这样啊 卫生间里啊 不干净的地方最好不要做这种 明白吗 他 哦 他他没有在卫生间 就就在那个室内 他是大概想节约点时间嘛 就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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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 同修 嗯 梦见装小房子的红笔金书的那个红袋子被卫生间的水弄脏了两次 现实中他是放在佛台上的或者放在自己桌上 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 卫生间什么啊 对不起 就是他梦见这个红袋子被卫生间的脏水弄脏了两次 嗯 不知道 梦见了自己的小房子在卫生间被弄脏了两次是吧 是小房子的那个红袋子 啊 那没关系 被卫生间的水弄脏了 那没关系 叫他当心点 好吧 提醒他 没关系啊 提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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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放的再好一点 对啊 叫他放的如理如法一点呢 哦 好 感恩师傅 那个就是 呃 静灵密码不是7829嘛 同修想问 如果他念的时候 呃 呃 每种经文念的变数超过了 呃 比如大悲众应该是 变成9了吧 那会不会反而不灵啊 应该不会 嗯 嗯 听不见 现实中超过一点没关系 对吧 现实当中超过只有好数没有坏数 哦 好的 嗯 感恩师傅开始 还有师傅 一位同修梦见 呃 他当地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供修组的负责人 然后皮肤很好 同修就挺羡慕的 然后供修组的那个同修就说 你想呃 你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同修说想知道 然后供修组的负责人就 不知道做了什么 意念中 同修就感觉好多针扎在了自己脸上 然后他就只能一根一根的往外拔 后来没几天 他脸上就长了很多很多痘痘 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长了很多痘痘啊 嗯 啊 前面是什么对不起 啊 是前面是他梦见 他当地的一个供修组的那个负责人 皮肤很好 嗯 他就问他哎呀你皮肤怎么这么好啊 然后供修组负责人就 呃说 那我就意思是他就让他感受一下 结果就发现好多针扎进了自己的脸 他在一根一根往外拔 啊 嗯 跟跟这个跟这个佛法没有什么关系的 嗯 不要去羡慕人家 就是没关系的 不要去羡慕人家 嗯 嗯 好的啊 感恩师傅 啊 然后同一位同修是做美容护肤的 一楼顾客很多比较嘈杂 选不出合适的地方设佛台 二楼呢有适合的地方设佛台 但是有些项目需要女客户脱掉上衣来做的 请问他能不能在二楼设一个带门的佛台 嗯 平时关起来吧 好吧 带门的佛台关起来 好吧 嗯就是这样 好的好的 啊感恩师傅 嗯 还有就是啊同修家里设了两个佛台背靠背 当中用用木板隔开的可不可以啊 可以 嗯 可以吧 背靠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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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个一个层面上的不能背靠背 不能背靠背 哦 对对对 当中用木板隔开也不行的是啊 啊 哦 好 感恩师傅 还有如果是刮台风能不能念诵心经往生咒和礼佛 可以 就是要念了 拼命的念了 刮台风要好好的 好好的念经 好吧 哦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我今天就问到这里感恩师傅 嗯 师傅你保重身体 好 谢谢谢谢 再见 嗯 好 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的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